上星期投資者聚焦在美國加息一時身上 各國央行亦跟隨美國步伐出加息動作 內圍股市售額導致大跌亦曾側穿過3萬點水平 相對之下看港股金銀表現被美股強勢 港股行指曾跌穿了2萬1的水平 幾次之後都能夠失而復得 接下來5月底20800的阻力位 能否轉移成支持位繼續支撐港股向上 港股暫時是整個格局中 資金相對留意強勢的板塊 上星期亦和大家提及過一些受惠國策板塊 好像光復股一樣 其實資金亦有留意另一個辦法 就是車股 周圍新能源車龍頭的比亞迪 上星期跌穿了300元之後 資金都偏向部署它的耗倉為主 看回它的股價 暫時都仍然受到20天線 如果大家認為比亞迪有機會能進一步向上的話 可以參考我們1211的call率17767 17767這隻比亞迪的call率行使價是388元 到期日到12月尾槓桿都可以給4倍多的流傷 如果有機會挑戰之前的高位大概321元附近的話 這隻17767的潛在性幅 假設人生波幅不變的話 都可以有3成多的流傷 大家見到今天